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哮喘属于一种呼吸道疾病 如果出现了哮喘的情况 而没有及时进行治疗和调理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呼吸 久而久之也会加重相关组织和器官的负担 对于那些呼吸道本身就不太好的人来说 很容易增加患哮喘的风险 所以希望这一类人可以适量地喝点洋葱煮水 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降低患哮喘的风险 消炎杀菌 如果饮食方面不注意 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一些有害物质和代谢废物进入到人的体内 除此以外 身体器官在正常运转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产生有害物质的 这些物质长时间堆积在人的身体当中 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身体功能运转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适量地喝点洋葱煮水 也许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效果 避免有害物质给身体造成伤害 促进消化吸收 有些人的肠胃功能不太好 所以饮食方面不注意的话 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 或许消化不良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但是长此以往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肠胃的负担 所以对那些肠胃功能本身就不太好 或者是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人来说 日常生活当中不妨适量地喝点洋葱煮水 也许有助于加速肠胃蠕动 同时还可以促进胃酸分泌 科护心血管健康 心脏和血管是否健康 可能直接关乎着人的身体健康 如果心血管功能出现了问题 而没有及时治疗的话 也许会增加缓慢性疾病的风险 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对于那些心血管功能本身就不太好的人来说 也应该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善 吃洋葱本身就能够起到呵护心血管的效果 可以促进血管当中的有害物质被顺利排出 除了直接吃洋葱之外 大家也可以考虑适当地饮用洋葱煮水 同样能够起到类似的功效 虽然说适当地饮用洋葱煮水 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好处 但毕竟洋葱这种食物的性质相对比较特殊 如果总是盲目饮用或者错误饮用的话 难免会给身体带来不利的影响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饮用 哪些人不适合饮用洋葱煮水的 患有眼部疾病的人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如果人的眼睛状态出现了问题 或者是存在明显的视力下降 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也会让患者遭受较大的痛苦 对于那些患有眼睛疾病的人来说 希望你能够不要盲目地吃洋葱 或者是饮用洋葱煮水 因为给眼睛部位的神经和组织 带来进一步的伤害 热性体质的人 对于一些偏热性体质的人来说 吃洋葱或者是饮用洋葱煮水的时候 同样应该特别注意 因为洋葱当中含有一定的刺激性物质 如果摄入过多的话 很容易造成热性体质变得更加明显 甚至还会引起上火的现象 当然这一类人少量的摄入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定要控制摄入量 请尽量放在心上 皮肤敏感的人 有些人的皮肤非常的敏感脆弱 稍微受到一点刺激 都可能会导致皮肤受到损伤 甚至还会出现化浓感染的现象 对于那些皮肤状态不太好 或者是皮肤非常敏感的人来说 也是不建议盲目吃洋葱 或者是饮用洋葱泡水的 因为获取其中的一些刺激性物质 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皮肤的负担 肾脏疾病患者 肾脏是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脏器官 如果肾脏功能出现了问题 那么身体当中的代谢废物和垃圾毒素 无法被顺利排出体外 也会伤害到身体 洋葱当中的零元素 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因此那些肾脏功能本身就不太好的人 应该主动远离洋葱 或者是洋葱煮水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亲爱的朋友们 下期再见